歡迎大家出席2021至2022年度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五輪賽事 今天的辯題是發展與元宇宙是人類之福,定是人類之禍 由甲方協恩中學對越方德蘭中學 現在為大家介紹雙方辯圓,甲方協恩中學主辯周月森同學 第一副辯郭森宇同學,第二副辯林可恩同學 葉辯張恩晴同學,粵方德蘭中學主辯伍妙恩同學 一副賴子應同學,二副楊凱兒同學,葉辯陳詩敏同學 現在為大家介紹三位評判,他們分別是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辯論隊負責老師彭偉興先生 保禄六世輸遠中文辯論隊顧問老師侯耀紅先生 以及本人金巴倫長老會要道中學中文辯論隊顧問老師袁家輝先生 本場比賽分為主辯,台上發問,一副,二副,台下發問 結辯共六個環節,台上辯圓發言時間為四,三,三,四 每位台上辯圓發言時間,結束前三十秒會有一丁提示 叮,時間到會有兩丁提示,叮,叮,過時十秒則會有三丁提示 叮,叮,叮,屆,屆時本人將打斷辯圓發言,並提醒評判扣分 詳細,蔡規早前已發佈與各參賽學校 請問雙方有沒有任何疑問?雙方有沒有外語需要申報? 好,來幫我。 好, бол気。 好,协议同学申请这些情况,评判和同学可以看一看,月方的同学都可以看一看,在checkbox里。 同事想问月方的同学,你们有没有外语申报? 月方没有外语申报? 正方的外语申报也没有问题,谢谢。 好,评判有没有问题? 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知道外语申报,如果没有问题,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 现在先请习方主便发言,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之后请讲可疑。 评咪评咪,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听评 可以 定 与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不久之前,大家熟悉的念书改名为Meta,明解出元宇宙这个概念。 以这个名词成为业劃,而相关不同的概念亦与元宇后冲上,以元宇宙为目标正在同步发展。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朱家明教授指出,元宇宙即是虚拟现实,通过日工智能、VR、AR等技术,去建构于现实平衡的虚拟世界。 而人可以在元宇宙一面进行社交、门络、工作等等任何会在现实生活中做的事。 而随着VR等等继续技术的成熟,将来有望达至和虚拟世界的自己感官同步,令人生力奇境。 到时元宇宙将会像科幻小说一样,成为与现实并行的平衡宇宙。 大家要注意的是,元宇宙现今的发展更好初步,如果自依赖元家人的技术去讨论利弊,将难以比较幅获, 因此今天应该以前瞬的角度去讨论人类发展元宇宙并令其技术普及之后, 会为人类整体带来更多正面或负面影响。 我方认为,发展元宇宙是人类支付的原因有意。 第一,元宇宙有助现实世界进步,元宇宙的出现可以突破现实限制, 促进不同灵魂的突破,并将有关技术带回现实,游离现实世界发展。 例如,元宇宙允许私生在虚拟空间里面互动, 运用VR展示教学模型,令到学生可以近距离观察并且掌握複杂的概念。 像港大建立了虚拟校园,运用虚拟空间加强表达效果。 其中建筑学是透过移增技术,对体展现的各个细致、解构和不同部分, 甚至还原建筑的过程,令到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当中的基本构造。 例如,在医疗方面,元宇宙具有人工智能和VR技术,能够创造逼争的环境。 人类可以在元宇宙里面进行各种危险度教育的实验。 这些难以在现实重复试验的过程,在元宇宙只需要整合数据, 就能够得出结果,较至更有效的资料。 就像西门子医疗症运用元宇宙的技术, 制造反映心脏结构和功能的模型。 被医生在做决定之前,能够透过元宇宙的分析, 模仪患者的心脏对于药物或者手术的反应, 测试最佳的治疗方案。可见即使是现实的初级技术, 已经能够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祝福人类。 第二,元宇宙能够令人类个体及整体突破现实限制, 活得更好。就个体而言,人类在现实中面对不少限制, 最明显望会于健康方面,例如残障或者身体缺陷等等。 根据世卫资料,全球有近10亿人口有不同残质, 而有近20亿人有严重的功能障碍, 他们在现实中遭受歧视,行动也十分不变, 但透过元宇宙可以给他们活出第二人生, 例如著名的科学家霍金就可以有健全的身体, 实现更加多的可能。 除了身体障碍,现实生活也因为种族、性别等等条件限制, 令不少人受到不公平待遇。 但是在虚拟世界中,人类可以自行构建身份, 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可以活得更好,自然是人类之福。 至于社会方面,现实中存在各种根本性问题, 例如资源不足, 好像香港土地不足就造成严重的住屋问题, 将来人类在元宇宙就不会再有土地限制, 问题自然仍然而解。 例如衣着,需要不少资源去生产生, 而未来的现实世界,人类只需要生产较单一的衣, 但在元宇宙就依然可以穿着不同的服飾, 大大减少资源耗损, 同时生活质素亦能得到提升。 最后想请问有方同学, 元宇宙既能帮助摆脱自身限制, 又能够带来社会的进步, 为何不是提升了人类的生活质素? 请问有方主便所用时间为3分58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下来,有请月方的主便发言,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之后,请讲可以。 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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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宇宙是现今世代尚未承认, 所以讨论发展元宇宙, 就要以元宇宙的主要特质作为讨论主族, 而不是可行性存疑的未知技术。 元宇宙主要特质有意, 一,去中心化。 即是元宇宙不会由任何一间科技公司, 或者一个政府拥有, 而是分散权力。 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林一旋强调, 元宇宙的目的是去中心化, 自主自利, 所以元宇宙无大胎。 二,元宇去中心化, 所以亦难以监管。 META的首席范务官Jennifer Newstead都承认, 有大量的法律问题是未能解决, 包括无边界、去中心化的社区究分, 以及即时内容的合理审核, 种种监管问题, 是连元宇宙巨头都亲自承认未见解决的曙光, 还是有方有解决方案可以提出和论证到呢? 而衡量今日变题的标准在于元宇宙对于人类的情感和感受, 观念和行为是否造成伤害, 我方认为发展元宇宙是祸,原因有疑, 一,损害自我认同感。 甲方都说了,元宇宙里面是可以做身份的, 是的,元宇宙里面不能是身份、形象、社交圈子都可以重新塑造, 丑可以变美,肥可以变瘦, 等同拥有第二人生。 可惜的是,网络世界里面前居可鉴, 虚拟生活太过美好, 就会令人沉迷元宇宙而不敢去面对现实生活, 甚至讨厌现实生活中的自己。 南加州大学创新科技研究所医疗虚拟现实主任Albert Riesel表明, 元宇宙是会加剧儿童和青少年在虚拟现实的沉浸程度, 令问题比起现实的社交媒体变得更加严重。 当元宇宙使用者返回到现实, 就会产生巨大的落差感。 美国心理学会首席科学官Mitch Frenstein表示, 在元宇宙中修改三维化身, 以投射出一个和现实中不同的自己, 是会骚扰青少年的身份认同, 产生更多的孤独感, 造成更多身体形象问题以及自杀的危险。 因此沉测在元宇宙虚假的世界中, 会为人类情感和感受带来伤害。 二,难以监管罪恶泛滥。 现实生活中有人犯罪, 但游行有法可依,有职可尋。 但可惜的是, 元宇宙中可以随时随地消声匿迹。 法律问题导致检控极难以外, 更加因为元宇宙使用的交易模式, 就是使用加密货币都令罪恶跟踪难上加难。 区块链分析机构Tranalysis在中指出, 是因为加密货币具备去中心化的技术特色, 对客户资料身份追踪功能是极弱, 有着洗黑钱。 所以近年使用加密货币交易的暗网非法活动, 越来越频繁, 交易額更加在去年创下21亿美金的新高。 宇宙专用的加密货币本质就是难以追踪, 因此也难以监管。 而在官赴宴方, 以多人线上虚拟实境游戏VRChat为例, 单单发查11小时的使用者聊天记录, 就已经出现超过100宗涉嫌威胁性骚扰, 言语攻击等事件, 但是因为没有执法团体有权去执法, 于是匿名者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后果, 人生更多罪案。 最后想问一下邮方同学, VRChat等大型的元宇宙平台都已经出现过 无数性骚扰和言语暴力的行为, 但是否因为无法可依, 所以没有任何罪犯是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呢? 请邮方正面回答, 多谢大家。 月方所用时间为3分55秒, 没有过时, 好,是扣分。 接着是台上发问的环节, 先由甲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向月方主便提问, 发问时间为1分钟, 之后月方主便会1分钟时间准备, 然后1分钟时间回答, 提问和准备一样, 于限时到达前15秒会有一丁提示, 叮,时间到则会有2丁提示,叮叮, 接着就轮到月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向甲方主便发问。 请评判注意填写分数次序, 月方分指第一格依法言次序是回答分数, 第二格才是发问分数。 现在请甲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发问, 你有1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好之后请讲可以。 试咪试咪,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清晰。 可以。 定。 主席评判在组, 各位大家好, 念书早前推出了元宇宙的工作空间, 研实实验室, 容许使用者用语音和和其他人的发生交谈, 虚拟发生甚至能反映他们的真实面部表情, 和其他人能够自然去到有眼神的交流, 就像他们在真实的空间互动那样, 而这种虚拟空间的互动能够打破地域的限制, 当今日不论在教育上, 元宇宙可以运用模型优化学生的学习体验, 还是医疗上都可以运用元宇宙进行实验, 找出最好的治療方案, 甚至连线上工作都能够拥有真实感知的时候, 那样都不是能够令到生活质素有所提升, 有方觉得怎样才能够提升到生活质素呢? 多谢各位。 月方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叮! 请不吝点赞! 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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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结束, 请月方主便作答。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 请向计事员讲, 可以。 准备好, 叮! 准备好, 叮! 今天有方跟我们说, 在生活中是有质素可以提升, 那今天有方的标准就真的过低了, 有方所说的这些生活质素只是少数来的, 而相反, 跨越地方限制是会令罪犯那些个案难以追踪, 更加难去追踪到, 而网络文权昌义主席Mary Annie Friends, 在她的关注虚拟和增强见识的论文中指出, 虚拟现实里面的虐待数字是比现实中的多很多, 而更具创伤性, 那这些又怎样会是福呢? 多谢大家。 接着下来, 有请月方派出一位的便员进行台上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之后请向介绍员讲可以。 有点回音, 有点回音, 你再说一次可以。 准备好,请问可以。 可以。 叮! 今天有主席评判, 全职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方认为增进医联, 帮到个别的人就是不, 但是今天我方说的是, 每个人进入元素都有机会会有身份迷思, 治安认同感下降的问题。 按照有份的逻辑, 是否全人类有共识否决的基因复制, 生物复制, 人体复制, 这些带来身份认同危机的科技, 是否都要因为有医疗上的贡献就可以进行呢? 多谢大家。 隔方有1分钟准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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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 。 隔方有1分钟准备时间, 有1分钟准备时间, 对话有1分钟准备时间, 谢谢。 丁丁,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甲方主便进行答辩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讲可以 可以 丁 大家好,首先感谢有方的问题 有方刚才问我们 因为每个人都会对自己有身份迷思 但医疗就不是违及全部人 但我方就不明白 为什么每个人都会有身份迷思 有方跟我请一论证 进入了宇宙之后 为什么会有身份迷思 这个必然关系在哪里 再说,有方今天跟我们说 医疗只是位及少数 但我方今天看到 医疗方面就好像进行不同的实验 其实是可以帮到很多人有更好的治疗 例如刚才所说 可以反映心脏结构和功能的模型 就可以给一些有心脏疾病的病人 开得到更加好的治疗 所以有方同学 这个不是医疗上面有更好的改善吗 有方同学你承不承认 这个是可以提升到 这个质素呢 谢谢各位 台上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有请甲方第一负面发言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之后请讲可以 可以 各位大家好 听完有方的主题发言不难发言 其实有方同学说 我来说它都是一个惊字 好 第一有方堂跟他说他很害怕青智年会沉迷 他们很害怕会有身份错乱的问题 所以其实今天有方堂是承认到原意之后非常逼真 也承认我方的理处 就是觉得原意之后太真了 怕他们会拖运自己的身份 但方堂必须要解释到的是 他之间是哪个人是哪个人是哪个人 是不是个个人都会有这个身份错乱的问题出现呢 再者拍戏的演员我们都会抽零不到的 那是不是演艺发展 演艺事业又是一个和呢 是不是又不应该发展演艺事业呢 那当然逻辑根本就不合理 再来今天有方堂也承认了我方所说的宇宙 必须可以给到一个比现实更理想的人生和环境的人类 只是担心宇宙太好人类会因此放弃现实 但是有方堂需要解释到的是 到底生活是一个比现实更美好的世界 究竟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那些人真的更喜欢宇宙而选择宇宙生活 为什么会是一个闭嘱呢 有方堂稍后需要解释 我再说到第二个惊 原来有方堂怕网络匿名的身份会令到罪犯无法无天 很恐怖 但其实今天有方堂也没有否认过我方的利署 只是担心这些匿名身份会造成更大的禍 但今天有方堂是不是觉得现实所有匿名的网站 有犯罪的风险就不应该存在就是一个祸害 就不应该发展呢 有方堂需要解释 但我们看到的时候是早前好像博士访论 在网上一些犯罪案件 其实最后那个主要是能够落网 都能够受到现实世界的法律制裁 所以有方堂并不需要太过担心的 再来有方堂今天说到的去中心法 其实今天去中心法只是针对一个虚拟过弊 但是今天我们现在看回将来 如果真是宇宙能够发展成一个真实的世界 是一个大家流入生活的世界的话 当时就绝对会有这些 就是社会发展了绝对会有一些规管 可以规管到的 有方堂也不需要担心 我们将来都可以解决到这些问题的 好了 今天有方堂在台下财问的时候 问到关于基因改造的问题 今天我方就不明白 为什么基因改造和我方的一个元素可以类比 因为今天我方说到的这些技术 都只不过在虚拟的世界 它制造了一些实验室 去培训这些医生可以做得更好 可以做得更精准 为人类带来的利说都更大 其实今天有方堂也承认了这一班根本不是小数 所有人都要看起来 是位及到全世界的人的 其实今天这种元宇宙的抗念收得很小的 将他们矮化的 其实元宇宙可能性不止是这么简单的 元宇宙作为另一个以人的理想打造的世界 人类作为创造者里面的资源取之不尽 用之不欠 就以现时香港最严重的房屋问题为例 在现实世界人类饱受高昂楼价 最后都只能够被迫住在环境差密度高的劏房 这个问题根本无法被现实去跟随 但人类责变 人类不需要再抢夺资源了 他们可以住大屋买美丽 那都可以了 相信大家都会选择了 多谢各位 甲方第一负变所用时间为3分05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下来有请月方第一负变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之后请向计时员置意 请向计时员讲可以 可以 定 主席、评判、长族,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方的主片最后问有方罪安 是否无人承担发责药 由方从头到尾都没回答过 是否有方都知道元宇宙没办法加设法 令私下者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呢 所以请有方论证如何规管罪案 罪案发生之后要如何处理和惩罚呢 另外其实今天有方有4个明显的错误 首先有方说元宇宙可以中心化 有总部可以设立法 但其实元宇宙基础设施 中心平台Antin Sumi 勤政总裁Takaki Ansa都表示 中心化的元宇宙不能够称为真正的元宇宙 另外有方对于福的定义很表面的 因为过到自己想过的生活就是福 但其实不一定是这样 因为人是不满足的 人想要的生活是无限的 而当想要的东西更加多 但又未愉怨的时候 是否真的快乐大雨痛苦呢 再说即使你在元宇宙里面过到你想要的生活 但你始终也要回到现实生活 落差感上升 你幸福感又会不会升呢 有方同学又跟我们说土地 好我就跟你说土地 但有方其实有方跟我们说可以免除土地限制 有方想得好吗 但是今天我们的讨论要记住现实 我方看到的是 一块要40万加密货币 那这个是不是都可以 要40万加密货币 是不是就是可以解除 有方所说的可以解除土地限制呢 最后就是有方说现实有种族歧视 而元宇宙就没有种族歧视 有方要论正是为什么现实有种族歧视 元宇宙就没有种族歧视 有方对于元宇宙有两个错误的理解 第一元宇宙能够打破现实界限 从中找到快乐的自恶 初到果为因 真假不分 2011到2018这8年间 香港长期缺货学生人数为1700到2200人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讨厌 深知逃避现实中的自己 反而沉溺于网络上的虚拟身份 再看看日本全国简居族 家庭协会2018纪年纪 网络成人的人 每100个就有两个会演变成简居族 即是不出门、不出街、不上学、不接触社会 拿在房、拿在床、拿在虚拟世界 专业地说 即是持续性社交退缩 元宇宙下问题恶化 怎么解决 第二 所以认为元宇宙可以轻易监管罪行 我们先看元宇宙中的加密货币 加密货币的特色是安全性极多 连政府都难以追查到买卖方 成为了犯罪非法交易的工具 当进行非法军火买卖的时候 有方请你轮值要怎样追踪、怎样惩罚 再说现实中元宇宙的罪案 可以怎样监管又由谁监管 就以网络罪行来做参考 韩国智能情报社会振兴院调查 指出有19.7%的人曾经遭遇网络霸凌 而且其中引有半成人不知谁才是私害者 即使现在网络上有法可依 都依然行制不到罪案的发生 甚至还难以找出私害者 根据美国媒体公司CNED的调查 发现有近半成纽约乌腾跟四成纜 有没有分别遭遇虚言性骚扰 去中心态的元宇宙 没有立法主体私害者又可以受到什么惩罚呢 多谢大家 月方第一负变所用时间为3分14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有请 隔方第二负变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讲可以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清楚 可以 正 其实评判有方同学在座各位大家好 听到二部的位置其实不能发现有方的立场是什么 九个字举着旗号但原地踏步 有方说到他会为人类着想的 所以任何风险有风险的事情都不应该去认识 但有方这种想法是否真是为了人类的福祉着想呢 还是因为这样而故此失败失去了元宇宙的其他利处呢 我们来续续审试 首先来看有方担心的沉迷问题 其实不但发现有方来到二部的位置 竟然用沉迷的这两个字去认为元宇宙已经是大错特错了 现在我方说的元宇宙是现实的另一个平衡世界 它和现实一起双线发展 所以代表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在现实做到的事情在元宇宙都可以做到 元宇宙只是现实的另一个平衡世界的时候 我方就不明白了 既然你可以在元宇宙生活的时候 为什么如果人们想要在元宇宙继续生活的时候 就继续生活 这个并不是沉迷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到时候人类自己选择如何平衡两个世界生活 他喜欢在元宇宙生活多一点 就在元宇宙生活多一点 这个并不是沉迷的问题 请右方和我弄清楚元宇宙的概念 再来看右方担心了很久的犯罪问题 右方跟我们说有很多青少年在网上被人霸凌 元宇攻击等等 建议右方和我弄清楚 到底这些是平时一般网站的普遍问题 还是独独是元宇宙自己的问题 竟然原来这个并不是元宇宙自己的独特性的时候 我方一虎都问了 是不是所有这些用匿名的平台 都要禁止都要否定都是一个祸害呢 右方一虎也没有回应 所以看到的是什么 这个并不是元宇宙自己的本质问题 再者 右方所说的那些可以追踪犯罪记录 我方反而看到元宇宙真正可以更加能够追踪得到 好像右方所说的区块链技术 其实这个技术它在运用的就是因为 人们是不能随便删改区块链上面记录了的行为 现在之所以是没有这些成功的案例 只是因为元宇宙还没普及 上面发生的犯罪案根本就没引起回合 即使如果没有这条变题 相信有方都不会知道有元宇宙这件事 或者是里面有什么交易等等 所以看到的是什么 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发展元宇宙就越来越普及 它里面的一些条例又或者是里面的监管都会越来越完善 甚至乎区块链自己本身都带了元宇宙一个优势 可以追踪得到这些犯案 所以这个也不是元宇宙自己本质的问题 所以请右方可以先搞清楚 再来 右方逃避现实 然而右方没有否认过 元宇宙的确是一个很美好的世界 可以让人去突破现实的限制 但右方他就说什么人的愿望是没可能被满足等等 就是右方都承认了元宇宙的好处 就是觉得要满足人类的愿望 但我方可以跟你说 元宇宙正正可以做到无限资源 你取之不准 任何东西在里面都可以做得到 因为它是人类的理想所打造出来的世界 所以来到最后 右方一是正式问题 理解清楚元宇宙的抗验身 一是正本清源 解构清楚你这个论 元宇宙本质的问题 多谢各位 夹方第二负便所用时间为3分03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接着我们有请月方第二负便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之后请向镜头讲可以 是米是米 听到的 可以 主持评判 大家好 来到二赋 想用三个不概括有方 三个错 第一 不论证 有方对于网络罪行 其实一直都没有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法 给了实质例子你 日本网民抽空 META使用员 Jan and Bilemma BBC研究员 Jackie Sherwood 英国玩家Lena Jan 全部都在元宇宙遭遇过性侵犯 我方一赋问了监管方法 谁做监管人员 有方一时就跟我们说 将来会发展的 一时就跟我们说用现实的法例 有方给你实质例子 BBC研究员Jackie Sherwood 开了安全限制之后 被七个男人围住自己 那法律怎样监管 这一时的法律怎样监管 是不是都认为这个不是性骚扰呢 好 再来 而且今天有方对于元宇宙的发展 很理想 但是就无论证过其中的可行性 他今天跟我们说 说可以穿衣 可以穿不同的衣服 可以受到 不会受到歧视 也可以有买到现实买不到的土地 但是刚刚一付给了数据 跟你说 土地在元宇宙问题 一样艰辛的时候 有方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 第二 不全面 其实有方眼中元宇宙的发展 一直都过于美好 但是从来都没想过 背后会带来的各种非法交易 例如是色情资讯交易 或者是非法军火交易 有方刚刚自己都说了 没有成功个案的 原来今天有方 原来没有成功个案的时候 都这样拿出来的时候 请你下个辩议 可不可以讲一些例子 给我们论证 原来是可以成功的 而且元宇宙最大的特色 去中心化 半场不法分子隐瞒罪行的危机 俄罗斯中央银行都表示 对加密货币是持这个华尔态度 难以脱离的时候 就跟我们说 其实他可以回到现实的 他可以选择现实 也可以选择元宇宙 但是你自己说到这么不好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想入元宇宙呢 你是不是自打嘴巴呢 而且今天有方一直跟我们说 在自己都知道 元宇宙未发展完善的时候 就跟我们说 什么时候才可以有一份数据 是指出多人沉迷元宇宙呢 但是以网络世界做参考 我方一副都说了 1700名学生因为沉迷网络而缺货 其实有方都确保不了同样的事情发生 甚至今天有方甚至走出来跟我们说 怎样确保每个人都可以有身份迷思呢 但是你说到元宇宙这么好 这么美好 这么令人沉迷的时候 为什么你还可以 如果是你 你自己都会进去了 有方同行 还是你今天其实都认为 元宇宙都不是说这么好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选择现实呢 多谢各位 月方 第二负便所用的时间为 3分05秒 报告事目需扣分 现在会进入台下发问的环节 双方各有两轮发问 请甲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员发问 请便员开启镜头并进行 视麦并且当你发问之前说可以就可以了 视麦听得听不清楚 要大声一点 请问现在听不听清楚 是 清晰 可以 叮 今天有本堂有一个纯现实 角度去审视一个新世界 其实是很奇怪的 元宇宙本来就是一个要建立新世界 新的社会模式 人类社会都是要本身有了社会 才能慢慢开始进立秩序和法规等等 我按照有方逻辑 去中心跨国家很难控制 因为他认为监管只能以国家为本位去做 我想请问柳方同学 人类发展他要有国家之后才有秩序 还是想要有了规范之后才建立国家呢 谢谢各位 好 现在 月方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叮 一分钟时间准备 叮 叮叮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月光派出一位台上便员进行答辩 你有一分钟的答辩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 准备好 准备好 叮 主席评判就各位 好,有方就说原来有新世界就有新法规 但我们看回事实的情况 原来元宇宙是去中心化 即是他本质已经出现了规限 已经出现了问题 有方你今天都回答不到 原来Meta, 首席, 法务官, Jennifer 都承认这些法律问题未能解决 例如如何解决无边界去中心化的社区狗分 又或者是发生这种种性骚扰的情况的时候 有方你怎么解决呢 所以其实有方今天是没有论证的 原来元宇宙去中心化出现问题 你所说匿名的例子 尽可以你追查到的 可以有法例 可以去追查他的身份乐园 但是去中心化你怎么去处理呢 甚至我方前场举过不同的例子 可能是BBC研究员Jan Sherrod 开着安全装置都被人围着性骚扰的时候 有方你所说的法例 是否可以解决到这种种的情况呢 请有方论证多谢各位 现在请月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员进行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开看镜头 并说可以 撕麻疑撕麻疑听不听得到 有些空旷可能前一点再会好些 撕麻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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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听到 清晰 准备好 撕 再各位今天由方线用于宇宙上载初�的特质 無限推演無限資源世界 謹慎,現實世界極多資源 不代表人類尤其是中低下層可以有資源 目前沒有任何一個成規模的元宇宙程式 是由非謀利機構開發 所有元宇宙友方說的Meta 都是以開發元宇宙去謀利 看看NFT,樣樣都是錢 又舉一下例子 元宇宙程序The Sandbox裡面 一塊小小的虛擬土地 都要430萬美元 今天這家港裡面有誰買得起 柳方說得更美好數據之餘呢? 答不到的話 是不是代表柳方主論證了數據 世界有無限數據 你從來都沒有論證過人類有才有力有條件 是否在柳方寶宙所說元宇宙的無限之餘呢? 今天柳方你要跟我論證 錢哪裡來?多謝各位 柳方有1分鐘時間準備 叮 0 2 2 叮,叮,叮,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甲方派出一位在上辩元进行答辩,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 今天听得清不清楚? 清楚。 好,可以。 谢谢有方同来提问, 刚才有方同来问到土地很贵怎么办, 圆宇宙都负担不起, 但我刚才看到现实世界是什么, 我们现在有钱都买不到楼, 所以才去到这么天价, 但我们现在进入圆宇宙, 我们里面的资源是无限的, 去到将来我们真的可以生活到的时候, 物价就会稳定, 就会降,大家就可以买到楼的了, 好,再来,今天刚才和我刚才说到, 有一个女的使用者, 她被七个网友去性侵, 但我刚才看到她, 你先看清楚资料, 其实那个女记者是为了看看究竟圆宇宙是怎样, 才是识了本身虚拟世界拥有的个人界限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是能够给他们这些使用者有更多的个人空间是能够保护他们的, 但是她为了去调查的时候, 她就识了, 所以才会做到这些问题发生, 但是我们看到本身圆宇宙都已经逐渐发展这些可以保护到人类的措施, 就像刚刚说的个人界限那样, 我们进行试麦。 试麦,试麦, 请问听一下清不清楚? 可以再试一次。 请问听一下清不清楚? 可以。 可以。 有方同学今天担心圆宇就会不受规管的, 但有方同学要明白一样东西, 就是虚拟和现实世界的生活性质系统是不一样的, 例如现实生活整容要受到规限的, 但虚拟是不需要的, 我们都可以随时随地这样换练, 我方都反对性骚扰的, 但虚拟世界是否要重复和现实一样的标准和规限呢? 按照我方同学的逻辑, 游戏里面杀人在你方眼中是无法无牵, 那我们游戏里面杀人是否都要受到现实法律的规管呢? 谢谢各位。 月方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叮! until 10. 9. 1, 現在有請月芳進行第二次的台上集變 準備好 主席評判 各位大家好 多謝剛剛有方和我的問題 有方同學剛剛跟我們說 原來在元宇宙殺人也不需要受到監管 但是剛剛有方自己先說完 元宇宙是現實世界的平衡世界 一起發展一起進行 為什麼你可以說到原來在元宇宙殺人也不是錯呢? 想問回有方 按你剛剛所說的那位女士 就是Jesse Sherwood 她是被人逼了開限制 所以被七個男性圍著騷擾 今天幫你搞清楚資料 這樣的時候是不是都應該受監管 還是你覺得被人騷擾不要緊 被人暴力說不要緊 被人發出色情言論全部都不要緊的時候 誰還敢入元宇宙生活 多謝各位 現在請月芳派出一位台下電源發問 請電源開啟鏡頭 並進行示威 準備好 可能要大聲一點點 準備好 叮 正如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 今天有方說到一半半的平衡語就越美好 就越需要面對兩個我的問題 有方說網絡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連可以設置化力盡量監管限制的網絡都有這個問題 何況是 去中心化難以監管的儀咒呢 讓化版如儀咒的網絡身份 教育局都說 令部分香港學生長期缺貨 由於簡居族家庭設備都選出 會摧毀人生 通用今天有方的模型說法 現實和區儀點平衡是個人問題 請問面對覺得玩角色扮演和上網 當時那個自己才是真正的缺貨學生 面對不出門後沒有人生的簡居族 政府和社工可否說點平衡是個人問題 而不是社會問題呢 多謝各位 雜方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叮 叮 丁丁,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甲方进行答辩,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 请讲, 可宜 可以 丁 大家好, 今天有方讲来讲去, 本来已经忘记了昨天的问题, 又拿出来讲了 今天有方很担心他们的身份错乱, 身心灵很有问题 但先问一下有方的同学, 现在这么多人玩游戏, 到底有多少人会发生这些问题 大家你和我, 演员, 甚至乎都会在这些不同身份角色的时候 是不是今天每个都有问题, 我方不明白 作者其实今天有方不明白的是, 如意就是整个世界观 我们可以在里面生活正常运作的时候, 我们不出来都可以 为什么有方担心的问题在哪里呢 而再者, 今天有方一直跟我们讲的性侵案件 很怕捉不到个犯, 又说去中心化 而今天去中心化不代表无法无天 我们有区块研的加密技术, 里面不可以擅自删改 如果我们真的要找回这些资料, 完全可以找到哪个人去做过这些事情 其实今天去中心化都可以由其他人 今天重点是在于不会有某一个特定机构控制所有权利 代表有一些现在的元宇宙的世界, 其实也有不同的玩家 现在的角色, 它们可以自己一起去投票 再出不同的决策的时候 叮叮 也可以的, 多谢各位 台下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会是协便准备时间 双方有一分钟时间作准备 开始计时, 叮 叮 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会 有点免疫情 们 有点免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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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丁丁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根据发言次序,先由粤方结辯作总结,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之后,请向继时,请向主席讲可以。 准备好,订阅。 主席,评判,卓卓,大家好,人类之祸,人类发展最重要是什么呢?是人的情绪和观念,所以在这边想和大家以这两个范畴来做总结。 首先是人的情绪,由主编开始,我们请出心理学会首席科学官医疗虚言现实主任,说两个自己身份焦虑比较伤害,落差感升,认同感降,有方一直都否认不到,而他们的处理方法是以小打多,以个别的需要去否定大环境大危机,所以有方今天主编讲的心理病甚至可以整育是个别的需要,但我方说的是一整代的儿童,青少年甚至沉浸于虚言世界的成年人, 会嫌弃现实是大环境的大危机,先不说有方需要的依庭设备等等,其实根本就不是元宇宙,而只是元宇宙需要依靠的虚言实景技术,即是发展虚言实景技术,都可以做到有方所说元宇宙的一些福,一些利处,但更加重要的是身份焦虑,甚至是荷兰哲学家 提出的福数身份焦虑,请问评判,有什么比起做两个自己更令人迷失呢?答案是反映四五六个不同面貌的自己, 照早在Meta做无脚的小鸟看多,下午入VR chat聊女仔,黄昏泛文青,入夜做企业家,深夜又去报,有方是否觉得元宇宙鼓励建立福数身份,对小孩对大人的自我认同感,现实生活积极性和情绪没有影响呢? 所以今天我方都举出了一些缺货例子,日本隐称的例子做论证,有方全场其实都不够胆答,无影响,所以其次是人的观念,我想请评判想象一下,现在已经在元宇宙有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你做什么没人追查得到,第二是大家可以消失,可以重設角色,那么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呢?是乱,因为即使是上管但可以,难管但上可以管的网络世界,有这么说的 在匿名世界都依然存在各样的网络犯罪,有方博不到,那么去中心化即是拒绝监管审查的元宇宙是否会更加乱呢? 我方以同样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为例,极难追查,政府一是直接禁,一是规定,必须情报,但对于无情报的加密货币,非法交易,怎么追查,有方答不到,元宇宙有条件促进军火交易,性交易,贵路等等的罪汉比风堂,又答不到, 目前多个元宇宙出现了性骚扰和统压等等的问题,而无人受罚,有方有否认得,所以今天有方一直谴责我们说有风险就不去发展,但事实情况是元宇宙的本质出现限制,根本理想发展下去改善,你都答不到去怎样先的时候,去中心化的本质如何达到这些理想的发展呢? 好,再说了,有方今天的论证不足,甚至我们台下都问,到底你进入到元宇宙是否可以资金从此,是否对人类可以改善到他们的资金问题呢? 所以今天有方只是拋出来说,但是不论证,到底元宇宙的资源是否无限,对于土地问题是否真的解决了呢? 再说了,有方主辩就跟他说,原来呢,现实有歧视等等的问题,但是呢,虚拟世界呢,无论证过,到底元宇宙是否真的完全解决了这些歧视问题呢? 所以今天呢,有方不要再吹嘘了,正是跟他说呢,举出台下答问的时候呢,甚至跟他说,原来呢,要查这些例子呢,是查得到的,只不过呢,但是你要说出来这些例子是什么,才可以跟大家做一个论证嘛 所以结论呢,在难以监管之下呢,又不可能会习惯性做坏事,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厨世价值观 再博为人生在世,想对人类发展有贡献,至少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在知识能力上,态度上呢,都是 所以现实生活呢,教我们的是,面对接受改善,但是呢,如宇宙教的是,除此设计出美好,而不去改善,不去学习,不改善,不接受自己,又怎会是人类之福呢? 谢谢大家,多谢各位 愚方劫便所用时间为盛分08秒,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有请甲方劫便的同学,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之后,请向镜头说,可以 试咪,试咪,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清楚 可以 订 计则,评判,再者各位,大家好 总共全场比赛,今天双方都是为人类着想讨论元宇宙 而当然,今天元宇宙可以开展第二人生的理想世界 还是有方口中令人写起现实的虚幻世界呢? 你出来到尾声,我们不妨来从变题的关键字眼作出总结 先来看看第一个关键字发展 今天我方一直在说的 有方不停在问我们未来要怎样规管,怎样做这样做那样的时候 其实我方台下发问已经有说了 现在这个社会都未完全建立的时候 我们如何先有法规才有社会呢? 如果今天我方能够提出所有方案 我们就不需要坐在这边辩论 我们直接去开发宇宙就可以了 有方同行 今天有方是不是要要求我方认识所有东西才可以呢? 其实这个要求根本并不合理 再来看看第二个关键字 元宇宙 今天有方一会在说元宇宙 他们不是看整个社会元宇宙的世界观 他们说来说去是加密货币 又说到好像那些游戏 那些人可以乱进去做其他事情都可以 又不是去现实生活 就怕他们会沉迷 但正如今天我方所说 元宇宙未来可以发展成熟的时候 人是可以把不同的东西慢慢转移进去的 所以今天有方的担心根本就并不存在 再来看看第三个关键字 人类之和 今天有方一直很担心那些沉迷的问题 一开始的标准跟我们说 我们要去处理人类的成狗 我方的标准过低 而今天生活质素其实也正正包含人类的成狗 而今天有方要输解那些人的问题 其实我们也在现实生活有方这么担心情感 现在的人才正正有很多抑郁之类等等 而这个加利福利亚的大厦的研究 其实这个元宇宙的环境正正可以帮人 去摆脱这些焦虑的情绪问题 其实今天你方最担心的人类情感问题 元宇宙根本就是能够帮助解决的 再者今天有方这么担心人写起现实 正如我刚才所说 元宇宙所有东西人类现实生活做到 都做到的时候 今天有方所担心的问题并不存在 再来今天有方很担心罪案家 跟我们说的性侵案件 但正如我方所说 今天是那个女记者 自己是没开过 是浪费了那个保护措施的时候 我们看到相反的是 元宇宙比其他网络平台 起码有这个保护措施 其实根本做得更好 甚至乎有区块你两人 其实可以帮助追踪罪犯的时候 我方不明白你方的担心究竟在哪里 为什么今天元宇宙不是相反做得更好 有其他保护措施可以帮助得到 防止罪案匿名发生 所以今天有方这个担心也不存在 因此可见 今天有方最担心的一些沉迷的问题 一些匿名罪案的问题也不存在的时候 有方所说的人类之禍 我们再来看看我方今天所提出的人类之福 今天我方一开始就说 我们可以帮到现实社会很多不同方面 医疗、教育、实施的办公 有方否认得到 一开始跟我们说 好少数未及不到 后面不敢说 因为方都明白 医疗、教育、工作 我们个个都需要 今天是社会非常需要的一些资源 愿意正正能够优化这些系统 自然就能够提升人的生活质素 有方无法否认 再者更甚的是 我方今天举出的第二个论点 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满足自己突破一些的限制 其实今天有方在担心歧视问题 为什么不能够去解除 但是今天我们 现在歧视的问题是一些种族膚色的问题 我们在元宇宙可以选择自己任何的样子 个个都是理性的样子 如果今天理解黑人拜人问题的话 个个别生了拜人 究竟种族在元宇宙还存不存在呢 而今天更加延续的问题是 我们看到一些伤残人士 他们都能够在元宇宙过得更加好的时候 为什么有方从来没有关心过他们呢 是不是今天在现实世界 他们面对这些伤残问题 有方这么担心他们的情感会焦虑 是否有所谓的呢 因此在座各位 其实比赛来到最后 我们没有考虑过 为什么元宇宙一开始会出现呢 正正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实里面 有很多的不足 人有很多的愿望 不能够被满足 好似有方所说 因此今天元宇宙的出现 正正是哪里可以有一个机会 选择去到元宇宙开展第二次的人生 去到满足人的愿望 可以去到成功建立一个理想中的自己 也没有资源的问题 因为现实社会 我们都只需要运用教师的资源 在元宇宙里面过到更加理想的生活 因此今天元宇宙在现实社会 我们解除的时候 带给人类重新有一个希望 多谢各位 教官劫便所用时间为4分06秒 没有过去无需扣分 现在比赛告一段落 请评判注意最佳辩论员需额外评分 每位评判请先选出三位表现间皆辩元 再分别给予分数 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而下一位得10分 当评判确认分之后 我们就会请评判给予意见 如果评判都可以的话 请你到时在这个checkbox上表示就可以了 谢谢 请不可 β axes 拥用部教堂 我数过分級 sent 请评判先给评语 首先我们有请保禄陆世书院中文辩论队顾问老师侯耀红先生 谢谢主席,因为我有点事,所以说了评语,我跟主席说不错,不要热热彭尔 我觉得这场比赛跟第一场比赛一样,其实很难去平衡 第一件事我都要说,我没有准备过这场比赛,所以我靠大家给的内容是半段的会合 有些相同问题我会再说,但是我第一个想说香港国的立论上 我觉得有一个奇怪的想法,或者奇怪的地方 因为甲方的同学,开始的时候就跟他们说准备 我们不要只指现在的科技技术去衡量这变体,应该由前瞻成 其实我听到的时候,我接受这个评判的准备的,我就期望你说一个 什么是前瞻成为我,因为我刚刚做完那场评判 是现在会不断用现在现有的技术,VR、AR等等 去讨论这变体,我又在听着,我期望什么是前瞻成为我 我听到有一些字眼,他们眼中觉得元宇宙最后是一个 和现实世界一个平衡的世界,我们可以去一个元宇宙生活 甚至我听得出,准备和常识讲的情况就是 我们现在好像科幻片那样,我们躺在一个膠囊里面 我们的脑就是一个元宇宙生活的感觉 就是它可以完全和现实可以是一个 抽离现实世界的,我觉得它好像觉得现实世界 我们有些现实上的种族膚色,钱的问题,土地问题 是可以不需要你,我觉得这个我自己是 是接受你塑造这个将来的世界给我听,可以这样的选择 但是我觉得是中间的推论呢,如何真的发展到元宇宙去到那个境界 你是最要多少少的论证给我听,我觉得的,在我角度 就是我会接受你,就是塑造了一个结果是将来在这个世界 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其实粤方很多同学的质疑 都可能是不成立的,例如你说沉迷那个世界有些什么 身份之类等等,其实如果你们的说法成立的话 其实你们不断回应说粤方沉迷是少数 但其实你也有另一种说法,那个是他选择去的 那其实我觉得你不需要回应粤方说,沉迷有什么 都是现实世界的,大家什么都会沉迷,辩论都会沉迷,都会沉迷 上次就说,这个是他选择永远将来一直在元宇宙生活 那何来是沉迷的问题呢?沉迷是世俗人的眼光 我都觉得他沉迷而已,但其实他可以更加 说得更加漂亮,更加高的看法 就是粤方,粤方和我们看的,只不过用一个现今的 世俗的人去评论在元宇宙生活的人 这件事是合同的,就是我觉得如果是 价方协议和我开局想开得更加宏观的话呢 我觉得是接受,也许我自己是,我接受得到的 尽管是中间的推论,将来那个位置 你们要讲得多一点点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用前瞻性的角度去论证的时候 意味着对方粤方不可以用一些现实的东西去反驳你 反过来,你一定要讲一些前瞻性的东西去论证给我听 但当然我都明白,你讲一些将来的东西,粤方都会质疑你 所以更加要肯定的是,你们所讲的内容上面 怎样可以去到将来所讲的地方 所以我自己去到,感觉上你们 有些地方我想的是,有些地方缺乏了地方 就是在于那条电台上要再革命多一点点的话 发展元宇宙,因为甲方协议和我有一些关键 就去到一个协议的浪 那发展元宇宙是否讲得再仔细 发展元宇宙的哪些技术是可以做到将来的世界呢 我觉得如果技术上现在不成熟 那你可以讲一句,那是什么技术呢? 然后我们将来真的可以做到,你所讲的将来的世界 我们可以完全选择,我们不要现实生活 就好像有出电影那个缩水人生,密敌文均做 就是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把钱全部移到那个地方 缩水了就回不了头了,就是那个世界生活 那其实你是要讲到那个图片给我看 我觉得甲方的这个地方差一点俱乐 有图片ає照,是发展孕的 我觉得其实你们既然��开中名义 其实我和甲方很明显衣打了对台 因为你那个开中反中 粵方主要主要的特質不是講將來的技術如何成熟 你都嘗試封鎖鎖鎖鎖的可變空間 我們不要講將來,不要用未來未完成的技術 所以你說的那些特質,就是去中心化,叫做監管 其實我看第一場,我還在類近的說法上 所以我覺得主線上是很穩打穩摘地 我覺得合理和合乎的發展方向就是講這些浪 所以我自己對於粵方的立論上,我覺得是推論不太多 但因為有一個地方,我覺得它變成本身先天的地方 就令到今天很多的類比情況發生 即不論是粵方和我用類比,家方和我都會做類比 所以粵方都說類比我們有日本人的東西 日本有些人可能完全沉迷了網上世界 可能說這個叫做弱化版的語言就是這樣 如果真的是語言,就會怎樣呢? 所以我覺得粵方的主線,我評論不太多 或者我自己沒有準備過,沒有看得到 但我覺得粵方的主線相對來說是一個合理的發展方向 合理的見後主線方向 那我要講的第二件事就是在那個回應上面 因為其實今天正反相當,我覺得是如果我自己看回 相比第一場不足地方 因為我是相比而已,那不應該我扣分的情況 即是粵和禍去界定始終是差一點點 即是我覺得你是說一些利和弊 那怎樣可以做一個的秤 其實是我覺得這些位是需要去衡量的 即是我覺得如果你經常都說自己是較為好 別人的那個無靈架性 我覺得今天甲月雙方和我在這個比對回福和禍之間 或者是如何Define何為福和禍之間 這個位是有少許缺失 所以我覺得是比較上去到考慮人後場 異副劫變 我也覺得是相對是會散亂 未必去到一個地方 譬如如果是粵方,我嘗試問的是 粵方的準則就是用這個情感 觀感、感官的感受 所以在劫變說從一些人的情緒出發 因為這個情緒就是你去衡量福和禍的標準 我覺得這個地方我會覺得 可能甲月雙方都會這樣想 你怎樣去衡量那個標準 我覺得這件事是比較上不太多 所以我覺得去到後面有些可能可以散亂 駁例子,駁例子的記者 或者駁一些可能是區塊鏈技術的問題 不過區塊鏈那個位置 我自己聽來有一些位置 我都可以有些疑惑 我覺得區塊鏈技術加密是可追蹤 但我覺得如果根據粵方想去中心化 即是哪一個去用區塊鏈的技術去追蹤罪案 我覺得這個是留白的實際比賽 我明白有技術可以追蹤 但哪一個去執法哪一個去追蹤 這個位置就是留白的地方 另外一件事我講到最後一點就是 因為兩場都有這個問題 我剛才那場沒有怎樣說的就是 什麼叫做本質的問題呢 我剛才舉了一個比喻就是 就是說沉迷不是元宇宙獨有的問題 例如是感受所嫌而不是本質的問題 那我上次舉了一舉例 比如我們做老師 我們很多學生有些特殊學習需要的 那可能是自閉的學生 或者有過度的學生 他上課都有不專注的問題 是不是等於這個不是他本質的問題 就不是一個問題呢 我覺得這個可以想一想 是不是可以這麼簡單 這個不是元宇宙獨有的問題 就等於他沒有問題呢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在思考一些的 反隔會不同的時候 可以多想一些 那所以我覺得的是 這個我覺得今天 我給我一點點總結 我覺得隔方的主線 我會覺得是立的野心很大 但是實踐的時候 會是差一點點的落差 粵方的主線平均發展 所以我覺得的是 在中場的時候 在那個反隔會 結果跟我回應一些質疑的時候 都可能一些很容易的 一些我們叫做 禁制式的反隔方法 剛才所說的那些 可能是不是他讀的問題 就沒有長家解說 令到可能在那個立論 或者是反隔方面 內容上有一點點舒適 但我雙方的演說技巧 都是我屬於高水平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將分析分析 主要在內容上面 會是 那我的評語 就要加一點點 那我要就先離開 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侯Sir 接著來我們有請 基督教聖約教會 兼樂中學辯論隊 負責老知彭慧卿先生 給一點點意見 謝謝坦Sir 大家聽到嗎 聽到清晰 聽到清晰 OK 首先 其實我自己很少做出面比賽的辯論 所以我這兩三年都是在做聯賽的評判 我覺得這一場的確是一個非常高水平的比賽 首先都要稱讚兩邊 但是因為評判比評 通常都一定要給一些批評 所以我都一定要在大家這麼好的表現裡 再想一些事情 讓你有進步的空間 其實我覺得這條變態的確是很闊 所以有一種亂的感覺 很多時候都是評判的第一個想法 但是真的去看內容、推論 我會發現隔方協恩 其實你們對於元宇宙的定義和理解 我是覺得不夠清晰的 如果你可以一開始說得很清楚 你對於元宇宙的理解是一個怎樣的理解 那是會更加理想 因為坦白地說 這是一個發展中的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始終還是一個概念 其實未真實質地去應用 所以究竟你所說的巨前瞻 去看那個段階是什麼 我自己會覺得有兩類的 第一類就像是爆肌自由人 那就是真是現實世界、虛擬世界 兩邊都有的 現實世界你可能繼續都是在生存著的 其實但你有需要的 你就帶個VR然後去虛擬世界 另一種呢 就是majors的那種 真的是你躺在那裡的 躺平的 然後吃都不用吃的 現實世界裡面 因為會有營養液 什麼都餵你 然後你真的好像在虛擬世界裡面 什麼都做得完 你在那裡有一間屋 有土地 什麼都在那裡去做 那兩個的模式 兩個也是一個很不同的模式 我自己感覺 我一開始的理解 是會覺得大家在討論著 爆肌自由人那種 但是去到後來 我發現原來協欣可能有機會是 一種majors那種來的 因為去到台下答辯的時候 原來可以在虛擬世界裡面 不出來都可以 那我就不太理解 或者我期望可能 隔方 你們可以在最早階段裡面 在主變階段裡面 你說清楚其實你的原因就是什麼 因為如果你真的可以說到 其實我真的不出來都可以 如果不出來都可以的話 那很簡單而已 那就不會存在反方所有問題的 就是你想你如果去到那一步的話 就是如果你夠膽去到那一步的話 就不會出現反方的問題 那也都因為這樣的原因 其實我都很期望 就是開頭的時候會很期望一件事情 就是當你說到說 世界會進步 突破一些限制的時候 資源會更加好好地去利用 或者沒有一些資源的限制 其實我期望隔方是需要多一些的推論 特別是 就是你講到土地的問題的時候 講到現在有錢都賣不到樓 那說要解決土地的問題 那我理解不了 其實如果我仍然維持著 包機自由人的那個模式的話 那事實上 就是人都繼續要找地方住的 你都要有一間屋的 那你都要在現實世界裡買屋的 那為什麼會在一個虛擬世界裡面 你會擁有土地 你或者在虛擬土地賣一間屋 你現實世界就不需要買屋 然後你就可以生存了 這些位置上面就令到評判 對於隔方那個的元宇宙的理解 就會變得很矛盾 還有不知道你們究竟想說哪一件事 也都不理解你所謂的土地資源 可以怎樣再重新使用 那當然我可以幫你解下去的 因為如果是包機自由人那種的元宇宙 那些辦公室其實可以是虛擬 那自然就會節省一些土地 那這些可以幫你去詮釋 但是你真的沒有詮釋過它 那當然可能因為你駁得前面太多 然後你一副是最後講了大概30秒的自己的立論 那這個是協恩可能 其實我自己看協恩看了很久了 我年紀也有回到上下 那的確是協恩在自己的立論推論上面 是有時候會給人這種感覺 是 就你們需要去有些位置 你們自己的立論 特別是這一條 就是這些變態裡面 可能你真的需要多一點的論證 是 那也都要放一些時間 到論證 那至於 粵方 那粵方呢 其實我會覺得他兩條的 就是兩個點 兩大的攻擊點 其實就設得很聰明 那他整場比賽裡面 都真的就著 我想大家你們都是老對手 那 德蘭教練都應該很熟識協恩的打法 所以其實真的就著協恩的弱點來打 其實我自己看得比較深的話 就會覺得是這樣 我會這樣想 就是某程度上 其實當粵方要求革方 他不斷說 你怎樣去規管 你怎樣去規管 那些網上聚行等等 這些元宇宙的聚行這些 其實的確給協恩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我覺得 協恩同學 你們也都說得很好 嘗試做得很好 正如你傑辯這樣說 其實你們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學生 你怎會解決到所有在網上 或者元宇宙發展上面的所有的困難呢 這個是評判都會體諒的 我覺得 所以我想這個位置上 大家都理解到是怎樣運作 但是我會覺得 如果粵方要去思考 你當然打就這樣打 但是如果粵方要去思考 如果假若甲方真的去得很準 它真的是元宇宙的時候 那你兩個論點都廢了 因為如果元宇宙那種就不存在沉沉迷 全世界都進去了 如果是元宇宙那種的話 那些罪案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全世界都進去了 那個就是單一國家 單一國家自然就會 他們就會談到一些規模出來 然後去規管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對粵方來說 你又會怎樣處理呢 這些可能就是留待粵方 慢慢去思考 我的評語就到這裡 多謝彭Sir 可否雙方給我多一點時間 因為我在收拾分子 但我要給評語 給我多一兩分鐘 我等一等 不好意思 謝謝客 我等於是 謝謝金子 你呢 謝謝 作詞 我們 好,大家好,辛苦大家了,因為我剛才也有說,一個人要做主席,要做評判,要做計時,是有點困難的 我覺得如果今場,先講隔方,隔方要贏,我覺得你們要大刀闊符一點,我覺得虛擬世界,如果你說元宇宙是否一個好的地方,其實我覺得有兩件事是必須要很實在地去處理的,就是告訴我,究竟在你的角度上,究竟在現實世界上有什麼問題,而在元宇宙上有什麼問題, 在元宇宙裡面,是完全可以解決的,我覺得這個價值是需要存在的,因為其實對方問了你很多問題,今天月方問了很多問題,其實這些問題,在現實世界都是犯法的,現實世界都是這樣的 你上到去,元宇宙會更加嚴重的,你們的答法就是,其實現實世界都有的,我覺得OK的,你挫脫了它,削弱了它的並不是禍,但是不等於證明這個是福的 我覺得這個是最關鍵的,就是今天甲方,你今天要論證的不是論證,你的責任不是論證它不是福的嘛,你論證它是福的嘛,你說它那個禍不是一個禍裡面來說,我下一個問題,那你什麼叫欲福呢?這是第一件事我會問的 第二件事,其實我覺得剛才侯sir和鵬sir都有提到的一件事,就是如果甲方你要告訴我,李竅論證是前瞻和普及的,那將來的世界應該是怎樣呢? 當然對方會問你很多可行性啊,為什麼必然會存在,現在有很多這些問題啊,根據你們的說法就是現在不成熟 是不是?其實你今天說到那個地方很成熟的,其實有監察啊,有監管啊,我們可以再進一步怎樣做啊?其實在你們的立場上,你就要承認其實現在是不成熟的嘛 如果不是的話,你不會討論前瞻和討論現在的不成熟的情況啦 變成了其實在你打個比賽上面,你推論的覆蓋是有點困難的,原因就是你要手上將一些你本身覺得將來社會會不會出現的東西,然後你告訴我怎樣去處理 其實舉個例子,我其實有一個問題,我覺得你可以再推論的就是你說那個房屋的問題 我會問一個問題就是,我理解的元宇宙就不是你個人進了那個AR 就是你要找屋住都好,那你都要有遮蓋,有網上設備,有網絡架 那為什麼你覺得可以解決土地問題呢?其實這個位置我是評估好一堆的疑問 那這個疑問,但是我作為甲康的同學,你提出來是有責任,所以要告訴我 為什麼這件事是對的,這個是第一樣東西我要提出的 第二樣東西我會問的問題是什麼呢? 第二樣東西我會問的問題就是,甲康今天你的講法裏面 你沒有很清晰地告訴我 其實你的所謂的進步和可以持續究竟在將來的世界是一個什麼的圓形 究竟對於人類發展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如果人類的發展將來是,我有很多的自由,我有很多的進步 我們不是應該沉迷在現實的世界當中,很多東西疼毫了我們不能夠發揮的時候 我們在另一個世界裡面,我們可以處理得好一點的 那我就會問這些是什麼問題 其實有時候說人類之福,很吊詭的地方是什麼呢? 有時候福呢,真是鼓勵不了的,什麼叫鼓勵不了? 有福的情況之下都可以產生迷處 就是,你其實還有一樣要推論就是,在發展完宇宙的過程當中一定會有問題 而透過這些問題不斷修正,我就可以邁向更好的社會 現實世界都是這樣的,人的成長都是這樣的 我們正在經歷一些失敗,其實都會是這樣 所以今天越方所說的話,我們是知道的 不過在發展過程當中還沒去到 不過你進一步如何推論到到現實,將來會是這樣的話 其實這才是你們方裡面要領靜的站 其實你開了一個很漂亮的頭,但到了後面的時候 可能聽到太多東西要趕著反駁,你錯過了自己的東西 這個我覺得是比較可惜的原因今天 到越方 我覺得越方今天處理這條變題上面 第一,我覺得越方是異大一點的,我自己覺得 不過我也先申報了,我是沒有為我這場比賽裡面做任何 我自己沒有做任何的預備,因為太忙了 我會覺得你們相對來說,是會說到那個禍在哪裏 我覺得你們整場比賽裡面,你們很堅持去說自己的東西 其實你只是在質詢對方,問對方 我覺得今天,如果你們贏的原因就是 隔方給你的壓力太小,你們不斷地去演繹自己 講的那種狀態,其實是一個禍的狀態 我覺得是處理得很理想 我覺得都是處理得很多方面去論述這件事 所以我是覺得是容易一點,而且你的例子上面 相對來說是多的,但是我會覺得 你們其實在一副和二副的時候 我覺得是稍微脫掉你們那個衡量標準 因為你的衡量標準就是情感、感受、觀感 那樣的觀念,但其實你們去到劫面再提醒 其實在中間上面都脫得比較多 但是由於隔方不是有一個很大壓力的攻擊 所以你們相對來說會論證得比較舒服 其他的意見,我跟其他兩位評估都比較類似 因為他們兩位評估都很資深 所以我給的評語就給到這裡了 接下來我就會公佈今天比賽的結果 在公佈今天比賽的結果之前 我會宣佈今天的最佳辯論員 今天最佳辯論員的同學是 第二副辯論員,楊可二同學 現在會宣佈今天的賽果 今天的辯論員是 發展元宇宙是人類之福還是人類之禍 由甲方劫欣中學對越方德蘭中學 比賽結果為0比3,由越方德蘭中學勝出 恭喜越方的同學 今天的比賽到此結束,辛苦大家了